你这分明就是对我们家 仅仅有偏见 我没有啊 有 你就是有 我都说了我没有 你对孩子不说我小 我没有 妈 这儿没你们事 全都回教室去 主任 有什么话是不能当上 学生面说的吗 本来就是在说他们的事 为什么他们不能旁听啊 妈 你回去吧 别缠了 还有啊 刘婉 有些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 陈老师好不好 不应该是孩子们更了解吗 你老针对人陈老师干吗呀 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什么叫针对 用平均分来决定陈老师走不走 那不是我提出来的呀 是沈校长提出来的 你有意见 有想法 家长取令你干吗不说呀 你现在说这些 是不是有点马后炮 我说话有用吗 你不才是家长群的老大吗 不是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我是老大 我们这都是少数服从多数的 你那么咄咄逼人 谁敢说话 谁咄咄逼人了 你咄咄逼人了 总之我支持陈老师 王嘉仁 谁来跳舞刺的吧你 我还真没那闲工夫 我是给我女儿申冤的 我不能就让她这样被人诬陷 我可没有诬陷啊 我再强调一次 这是合理怀疑 合理什么呀合理 你这分明就是对我们家情景有偏见 我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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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张老师 如果您怀疑我的话 我可以再考一遍 许晶晶 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没事的 陈老师 是我自己想要这么做 晶晶 张老师 临珊 您可以说我没出血 脑子笨 反应慢 但您不能怀疑我作弊 您的怀疑是合理怀疑 我确实来过你办公桌 这点我承认 那这次由您来捡口 您出题 您打份 不用成绩证明我自己的清白 这可是你说的啊 那是我有个条件 说 如果我这次分数提高了 我们班进了年纪前三 陈老师必须留下来 许哥霸气 许哥威武 我们都支持你 我们相信 可以吗 张老师 我没有意见啊 她家还有什么意见吗 可以啊 清清妈妈呢 我尊重我女儿的选择